对比一下我们这款专利的热专业搜索模 跟老款的有什么区别啊 新款的我们为了区分老款 在这个胶里面就放了一点颜料了 放了一点色 颜色我们做的这个是蓝色的 你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 为它定制不同的颜色 然后呢甚至亮大我们还可以 跟它在上面打印LOGO 打印它的公司LOGO 但是我们那个专利的号码 是要打上去的 因为专利号码上面没有 没有我的联系方式 就著名几个专利产品的字样嘛 这样对它也是个 对它对我都是一个保护 然后这个丝条 这个是核长的缝嘛 核长的缝 蓝色的这里 这个里面的一个丝条 丝条呢是两边有孔的 有那个局限的小孔 这个丝条是现在用的是生机了 用的是拨钳的一个丝条 拨钳它里面是玻璃纤维 怎么扯都扯不上呢 可能几十公斤没问题吧 这个老款的我再 老款的 这白的 这白是一个透明的 当然 老款的也有 也有意思线 这两边也有意思孔 这个意思孔呢 它是凉的时候冷的时候 很脆嘛 它断的时候 冷的时候都不一定会 会断在这个曲线旁边 所以说 所以说它这个针 如果是加热以后 就完全就不起作用了 这个垂就断了 这个区别 还有我们是为了节省时间 我已经烤好了 这个是老款的 这个新款的 这个有蓝色针有新款的 这里都看得到 看得到吗 收缩以后都有那个虚线的孔 这个孔的下面呢 我们这个专利的手术膜 就那个一石线就埋在这个两边 就贴着这个孔 这个两边了 对 星期一丝就掉了 它不会丝到旁边去了 星期一丝就掉了 这样就很容易拨开嘛 一丝就掉了 是吧 这个 且不动的 且不动的 然后这个老款的 也有一丝孔 看到没有 这个虚线 也有啊 也可以从这里撕 但是它因为夹着以后 就变脆了 变脆了 所以它这个一丝的线呢 就不起作用 它就撕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这个产品推出来以后呢 可以让 略转印的产品呢 得到很广泛的应用 不光是几个破被子 很多东西都可以印 比方说化妆水啊 那个香水的瓶啊 葡萄酒瓶啊 口红啊 是吧 还有那个笔的这个 筒啊 笔啊 笔啊 铝的铝合金的 其他的那种产品 铝合金的那个手把呀 刀把呀 甚至那些工业用品 气缸啊 我以后会做一些试验呢 做一些演示的试验 这个可以订货了啊 带意识线的 量大可以给你打logo啊 我们是 不会在国际啊 你在阿里巴巴或者其他平台去卖的 我们都是做的代理制 所以说对 对我们的经销商 我们的合作方 是一个保护